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我們來看我們教材裡面 要介紹的最後一個論理解釋 擴張解釋 它的意思是 依據法條文字認為規範之範圍太狹窄 故於不違反法條文字意涵之範圍內 擴張規範之內容 這裡我要向各位強調的是 當我們在做擴張解釋的時候 必須以法條文字意涵 作為一個 最寬廣的 範圍設成 所以我們這邊才強調 在定義裡面強調 是在不違反法條文字意涵之範圍內 去擴張 畢竟立法者給我們的條文文字 我們還是要遵守的 擴張解釋 不能超出這一個文字意涵的 設成範圍 我們也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加以說明 我們還是回到美術館 如果美術館規定服裝不整者不得入館參觀 那麼 現在又來了一個天兵牟椅 牟椅身著西裝 赤腳 他可否主張要 進入美術館如廁 這個牟椅他真的是蠻厲害的 假設現在 我們是美術館管理員 我們就會 跟這個牟椅說 我們服裝不整者不得入館參觀 那這個牟椅他很厲害 他可能就會提出兩個論點出來 首先 他應該會說 我服裝很整啊 我是穿西裝 西裝是很正式的服裝 我怎麼會服裝不整 那我們就跟他說 可是你沒穿鞋子 你穿西裝而沒穿鞋子 這個是服裝不整 某人 很可能就會跟我們說 服裝 就是 上身 一個洋裝 或者一個上身的上衣下面的褲子裙子 那我西裝這些都有了 你又沒有說 沒穿鞋子不可以入館參觀 服裝不整 我是西裝整得很了 沒穿鞋子你又沒規定到 那我們怎麼跟他說呢 這個就是一個等一下我們要 透過擴張解釋 來說明的 其實這個某人可能還會說 好吧好吧 就算你說我沒穿鞋子 是服裝不整好了 那我還是要進去 因為你的條文是說 不得入館參觀 我沒有要參觀喔 你們的彈彈品我覺得也不怎麼樣 跟你們的廁所不錯 我花300塊買入門票 就是為了進去如廁 所以我們又怎麼去應對它呢 確實我們是說不得入館參觀 那我們有寫不得入館如廁嗎 如果條文真的都要去迎合 某椅 天兵某椅 這樣子的奇奇怪怪的作為跟想法 而要規定的非常詳細 條文固然要詳細 但是過度的詳細 是不可行的 不可能的 也不可行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解釋 某椅 這樣的行為能夠符合我們的規定呢 首先我們還是從目的解釋 來採取立場 這個條文的立法目的 應該也是維護美術館的文化秩序與禮儀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探討 服裝是不是包含鞋子 入館參觀是不是包含如廁 如果不包含 是不是是 太狹隘了 而我們 是否可以在 文字意涵法條的文字意涵裡面 做適度的擴張 我想服裝 在某一些時候 確實它是 不包含鞋子 今天如果我們到一個服裝店 例如就是美美服裝店 我們到美美服裝店裡面 去買了一件像我身上穿的 這個 漂亮的洋裝 然後我們想要搭配一雙漂亮的鞋子 我們就在美美服裝店說 那我要向你買一雙鞋子搭配我這洋裝 美美服裝店很可能就會跟您說 抱歉我們只賣服裝 我們沒有賣鞋子 鞋子你要到隔壁的鞋店去買 合理的社會人士 我們這個時候就會到隔壁去買 服裝店賣服裝 鞋子店賣鞋子 我們如果硬要在服裝店買鞋子 買不到 還罵服裝店的店員說你這什麼不好的店 為什麼連鞋子都沒賣 服裝怎麼沒賣鞋子 那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客人有問題 服裝店就是不賣鞋子有什麼奇怪的嗎 沒有啊 所以服裝確實很多時候是 被 做它比較狹義的 也就是我們剛才 上一個解釋方法 服裝我們如果做限縮解釋 它就不包含鞋子 但是服裝可不可能在我們的 語意裡面就是包含鞋子 就是我們要對它做擴張解釋 服裝 有的時候 確實是包含鞋子的 我念中學的時候 那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個時候我們還要上軍訓課 上軍訓課的時候 我們要戴一個卡基布的船型帽 穿卡基布上衣 有一條黑色的皮帶 然後下面是 卡基色的載裙 這個是上軍訓課要穿的 那平常呢我們就是白衣黑裙 所以今天是不上軍訓課大家穿白衣黑裙 明天要上軍訓課 班長或者風紀股長就會說 明天要上軍訓課請同學 記得一定要穿軍訓服裝來 那我剛漏講 這個鞋子 是黑鞋 襪子是白襪 如果明天要上軍訓課 而我們 穿了卡基服 黑皮帶 卡基帶裙 但是我穿了一個高跟鞋去學校 教官一定很生氣要給我寄警告 或者我這個卡基服白襪黑 黑鞋都穿好了 但是我忘了帶我那個船型帽 好像護士 小護士那種 那是卡基部做的那個船型帽 那我也糟糕 我一定要去跟隔壁班的同學 如果他們是等一下上軍訓課的 我們一定要去跟他接 因為沒有帶那個帽子 也是服裝不整 簡言之 如果明天要上軍訓課 今天班戴宣布明天要穿軍訓服裝 那就是 從頭上那頂帽子 到身上的衣服皮帶 到腳上的 黑襪 黑鞋白襪 這些全部都要穿好 否則 欠缺其中之一 就是服裝不整 所以 服裝他有廣義的 從頭到腳 所有穿戴之物 那入館參觀 如果我們做狹義的解釋 確實他就是參觀展覽品 但是入館參觀 如果我們給他做廣義的解釋 那他應該是包含入館的種種行為 入館如策 入館 參觀完之後最後 購買紀念品 這一些 廣義的 都是 可以包含在入館參觀 這個概念裡面 所以在文字意涵內 我們是可以做擴張解釋的 當我們對服裝做擴張解釋的時候 服裝應該是包含所有與 儀容相關之穿戴物品 而入館參觀 應該是包含入館之種種活動 當然這裡附帶一題 這個條文也可以規定 服裝不整者不得入館 然後就據點 也就是參觀這兩個字 其實是可以省略掉 避免解釋上的紛爭 不過有時候我們確實是會 規定不得入館參觀 那就考驗我們的法律解釋的能力了 那關於服裝 方才我想 我已經 舉例說明得很清楚 狹義的時候它確實 不包含鞋子 但是廣義的時候 我再重述一次 服裝應該包含所有與儀容相關之穿戴物 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合唱團 而合唱團的服裝 就是如同我今天的裝扮一樣 我們大家都買了一件 我這樣子的洋裝 而且我們去訂製了很多這樣子漂亮木錦花的 琉璃作品 這就是我們 合唱團的 標準服裝 假設有一個合唱團 他的服裝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說 明天我們要參加合唱比賽 所以請所有女團員 都要著我們的團裝 正式團裝 出席 我們的比賽 我們的團裝就是包含這個美麗的項鍊 如果有人明天忘記帶項鍊來 他就是服裝不整 這是我再一次的強調 服裝在文字意涵裡面 合唱團說明天請著我們的 端裝完整的合唱團服裝參加比賽 這個服裝就是 應該包含所有與儀容相關的 穿戴物 不只鞋子 包含帽子 甚至包含項鍊 這些全部都在內 這個還在服裝的意涵之內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 四個 我們這個單元很重要的 論理解釋的方法 那容我最後再一次的強調 文字解釋 論理解釋 都是在解釋已經名文規定好的條文 能夠用文字解釋 或者論理解釋 解釋清楚的 這個條文他就沒有漏洞 也就是我們不需要 對他做文字的增刪 透過方才我們所介紹的解釋方法 所有的條文 能夠合理的運用 妥適的運用 那麼這些條文 就是沒有瑕疵的條文 他就是 不需要 送回 立法院修改 不需要經過 立法機構 去重新制定 或修改的條文 還有點 我們會在這條文端的